好,就继续C-Sharp 那今次要讲就是 怎样做一个自己的Library 可以share 给别人用 第二就是Reflection 但也很重要的 先讲讲怎样做一个Library 例如你有些Program 你 你写了一些功能 你想可以share给别人用 自己的第二个Program 你可以新做一个Program 这里 然后这里记住选C-Sharp 那我们现在选这个 应该是一个Class Library OK 那 Next 没有什么特别 你改个名字 给个地方它搜 那如果D4在这里建立的话 其实它就会加上 你这个Solution 那这个都要讲一下 因为之前没有讲过 什么Solution 什么Project 那你见到现在这里 就有两个Project 上面就有一个Solution 其实是什么呢 每一个Project 其实是负责 一个Module 那这个Module 可以是什么呢 这个Module可以有 普通的Execuable 即是一个Program 即是一个exe file 即是真是run 这个Program 第二个呢 可以是一个DLL 就是所谓的Dynamic Link Library 如果你看到这里 它现在有两个C-sharp的File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刚才在这里建立了 就有这个C-sharp 那这些Binary 就是C-sharp 就放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OBJ 也是C-sharp 中间会删出来的 这两个都可以删除的 其实事实上 你没有了它都可以继续 那这个C-sharp 就是C-sharp的Project 那就记住 你这个Project有什么设定 例如你这里 你按Property 你看到这个Project 有很多设定 这个Project叫什么名字 主事类 那些C-sharp 那些C-sharp 但我先不讲这么细细 那如果你看回 我原本这个Lesson 1 就是我原本的 那个 行的Program 而这个是Library 那如果看Lesson 1 其实它就是这样 那之前我准备过 所以Binary 那边 你会看到 它准备了exe 在那里 我准备了它 没所谓的 那我再准备过 那它会删出来 那你要注意 你要准备 准备Debug Mode 还是Release Mode 那如果你要 真的要 launch program 程序 就是给别人的时候 实际上应用Release 那会 拔走一些Debug 那Program 会转得快很多 嗯 嗯 那它有DL 和EXE 那这些 就是它要用的东西 那这个PDB 就是Debug用的 那基本上有这两个 那 是主要的 那其他这些 Dependency 都有一些config 嗯 同样地 你删掉了它 都可以再compile 那所以这里 都是有个Project 就是Lesson 1 所以这里有两个Project 所以说一下这个Solution 这个就是SLN 这个extension 就是所谓的Solution 那Solution 其实是什么呢 Solution其实呢 是 简单来说就是 它现在就告诉你 这个Solution 有两个Project 那实际上呢 你是可以开 另一个Solution 呢 是 包住多些Project 都可以的 或者甚至乎自己 包住这个Project 那没有关系的 那些Solution 只不如是 集合一些Project 就是放在一起 让你可以使用这个Solution 是更方便的 第一 第二 就是 你可以declare 即是 你可以告诉它 每个Project之间 有什么关系 那现在呢 虽然我有两个Project 但是呢 这个Lesson 1 就是我现在主要的Program 其实是用不到 Cast Library 你是没办法去用它 你没见不到 那你要告诉它 它用它 那怎么说呢 那你就 要在YK 选 Add Project Reference 那你就会告诉它 哦 原来这个Lesson 01 是需要Reference 的Cast Library 那才能用到的 那 那 同样地 如果你去别人给你的 一个Library 如果没有Source Code 你就可以搜索 然后加进去 那你见到 它这个可以是DLL 那这个DLL 那这个DLL 就是一个Library 有的东西 那 那记住C-Sharp 的DLL 和C++Journey 是不同的 那你也要注意 那我现在准备了它 上面搜索给你看 DLL 这个基本上 这个Cast Library 就是上面的Project 那它这里 就会有个DLL 所以你可以给DLL 去第二个Project 就已经用到 你不需要给C-Sharp的File 它都可以用到 你的Library 里面有的东西 那看这个Library 这个Default by Default 它有Namespace 那你可以改个不同的Namespace 实际上这个Namespace 都可以和Lesson1 应该是同一个Namespace 都可以的 但只不过习惯上 我们会分开不同的Namespace 和不同的Library 那 其实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 有个Class 里面有个Test Function 那 那 那就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 如何召唤到这个功能 那 我这个主题 在这里 之前说过 你可以用Namespace 但是我假设什么都不用 我就已经可以直接用到 它的Class名 召唤它 这个可能改成Static 可以直接 直接召唤它 我不用删出Instant 按Test 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你就会看到 这个主要的Program 的Project 都可以召唤到 ClassLibrary里面的功能 如果你给ClassLibrary 别人都可以用到 就是这样的 那第二件事 就是在一些概念上 就是 每一个这样的东西 它准备出来 譬如DLL 或者EXC 应该都是DLL 就算Lesson也有DLL 它其实 它会把它变成 它所谓的Assembly OK 这个应该是 单数 应该是这个 中数才是这个 Assembly 那里面 那里面 就存着 你有什么Type 有什么Class 有什么Function 这样的Information 它们所谓的MetaData 大概有个概念 那 基本上是这样 你可以详细看这个Document 因为我不想说 太深入 只不过概念 它是存着一些Type的MetaData 还有少少 你实际上的Code 实际上都是放在里面的 就是DLL的Information 那知道这里也OK的了 那 接着我就可以继续讲 Reflection Reflection 其实跟Type 很有关系 简单来说 它就可以 在Program 知道你的Type 的Information 那意思是什么呢 我现在做一个Class 或者Structure 没有所谓的Class 叫做Example 那这个Example 里面就有什么呢 嗯 有个String 是Name 有个Integer 是X和Y 两个 那接着还有些功能 例如有个功能 叫做什么 Run 它里面没有东西 没有所谓 那其实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Reflection的方法 拿到Information 那怎么用呢 那很简单 你可以 有两个方法 例如 你 拿了个Example 出来 是不是 你删了出来 你可以问它 拿GetType 那这个呢 它就会出到 这个 就是System.Type TypeInfo 所谓的 T 那你就已经可以 拿到它的名字了 还有 你可以拿到它的 Field 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它返回出来 是一个FieldInfo 看到这里 FieldInfo的array 其实 如果正常我打 就直接VAR算了 这样算的 不过 不要紧要 打长一点 因为 它是 怕大家 不懂 Reflection 里面的FieldInfo Type 应该是这个 那是Array 那就是FieldInfo 那 你可以用Foreach 每个Field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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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试试 拨出来 DotName 这样 再加上 它的FieldType DotName 这样 那我们转一下 大家看看 那你会看到 它这里 就会写到 它的Field 有Name 是StringType 还有 有X indegi 所以 其实你可以 在一次性 可以知道 这个Type 到底有什么 information 那你记住 是Type 不是 Instant 即是实际上 删除了这个 所以 其实是连这个Instant 都不需要 所以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用Type 的 之前也说过 直接可以知道 Type 的 例子 就可以了 基本上你不用 New 你没有实际 也不要緊 你也可以拿到Type 你也可以拿 旁边的 旁边的 就是我们刚才试试的 那个 Cast Library Cast Library 因为之前 它删除了 Cast Library Cast Library Cast 1 它没有Field 事实上 它应该是刺的 因为它完全没有 所以它完全没有 那我们再加一个 加什么呢 叫做 不知道 Test Field01 这样 就是这样 它就知道 有个名字 叫Field01 但是是String Type 那 那 刚才说到 Assembly 其实这个 可以显示 Assembly的名字 因为你可以 拿到Type 你可以 取得 它的 Assembly 可以显示 它的名字 实际上 全名 它全名 就叫做 Cast Library 它这个 Assembly 是有Version的 方便你可以 DLL 可以更新的Version 那这个 就要说到DLL 如何处理Version 的问题 因为它可以 建设軟件的时候 就知道 大家分享 Library 的Version 之后 有机会再说 DLL Version 所以它这个 就可以知道 它是属于Cast Library 1 即是Cast 如果这个 转到这个例子 的话 其实它 就会显示到 Lesson 01 这个 就是Cast Cast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名字 好啦 不难啦 能处理到 其实你也可以处理到 其他东西 在实际上 而且 我们可以多说一些 不同的东西 我想想一下 怎样可以 对啦 说完这个 例如我这家 我有Public Type 和Private Type 这个是Private 打和不打 都是Private 如果用Private Type 你会发觉 它不会显示Private的Default 看到吗 Default 它就显示Private 它就显示Private 或者我这样写 这样 可能会更清楚 我想 Field 这样 你看到 它有一个Field 是吧 是这样 Name String Tire String 或者有人调转 清楚一点 不要紧 这样 看等着 还有我顺便 这里可以 出了 T name T name 等于 T dot 你可以选择 Name和Full name 我们选择Full name 这个就是Asambi 不要和Asambi language 和Asambi混乱 因为它用回这个字 有点混淆 有点混淆 我听过Asambi language 其实是两个东西 所以这里可以显示Private 它的T name 就是Lesson01的例子 这个Field 就只有一个 事实上 其实它不止一个Field 你看到 这里有另外两个Field 它不显示 是因为 by default 它不会显示Private 那些Field 所以 我们可以看看 Document 我们可以看看 System.type C-sharp 基本上 我们看看 它有什么用 我们可以 看看它的Method 我们的 叫做 GetField 又S 你可以问单一个 单一个的 是你给它的名字 你给它的名字 比如 Field名 它去找 它帮你找 你看到它是Nodeable 就是找不到 找到 找不到 找不到被Node 那 GapField 这里 就有一个 叫做 叫做 Binding Flat 如果你看看它 这个Parameter 它这个 它这个 有点 是 有个 Binding Flat 这里就是 Binding Flat Binding Flat 有很多东西 你就可以选 选 Default 它就是 Show Public 以及Instant 的 所以 如果你想 找到什么 你也要加 我示范一次 那 就是 这里 我要 这个 很长 所以 它的名字 就是 Reflection BindingInfo Binding Flat 这里 我可以等于 你看到 可以 Public 其实它 就是 Bit Fill 就是 所谓的 Flat 所以 你可以用 Or 去砌 你可以一句 打完 或者 真的很长 可能真的 用 Using 不然 这样打下去 也不是办法 Reflection 你看到 它暗了 就不用担长 不然 这样打也不是办法 还有 可以是 Public 你可以 是Public 它叫做 Public 它叫做 Public 包括Protected 和Internal 因为这里 还可以 Protected Protected 就是 Derific Based 可以继续 用 但是外面 不能用 还有Internal Internal 就只有C-Sharp 才可以用 但不要紧 我们先做 Public Public 和NonPublic 你也想知道 你把Flat 加Ixper 在Gap 你把Public 都能够够够 Public 和NonPublic 你看到现在没有 是什么 是什么 其实你还要给多些东西 你还要跟它说 我要Instant Instant 的Field 还是Static 如果你连上Static 那你就Static 所以你要什么 你自己展示 你以为这样长 你也可以 可以 这样打的 有些人都会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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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 无论是Instant 还是Static Public 还是NonPublic 它都拿完了 这些要注意 这里就是Field 既然我可以拿Field 我当然可以拿 Property 我有Property 它可以拿回X 它就是 T.get Property 同样 我的Field 也是一样 我可以拿出来 那 我可以拿出来 放这个 是Property 嗯 这个是 转单 pi 或者懒 找到名字 这里也要注意 它是Property Type 他可能会用错 他可能会使用 DotType 其实DotType 事实上是 GetType 而是GetType 这个是 GetType 以及部份 和Property 自己的Type 其实不是 你是指着 使用 所以 所以不要混亂 基本上可以看到有一個Property 叫Pog 它的Type是什麼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叫GetX 還有什麼可以拿呢? 其實什麼都可以拿 我可以Get功能 我用I 怎麼辦呢? InD.GetMethod S 或者不要說MI 那你就可以拿到這個Method 大致是這樣 這個Method是沒有Type的 就是這樣 但是你可以Get它的Return Type 那你可以知道這個Method Return是什麼 就這樣了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Method 我明白這裡有多少個 我明白這裡只有一個叫Run 為什麼這裡有這麼多呢? 所以這裡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有很多 Internal 幫你做到的Method 例如ToString Equels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 而且你看到這個叫GetX 其實就是那個Property的Getter 所以其實GetX 都是一個Method 只不過它在這裡 Warp了給你 那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內容 甚至乎你可以每個Method 你可以Get它 這個Method的Info 可以Get它Parameters 可以拿出所有Parameters 順便試一下 Parameters也是一個Array 所以你也可以ForEach 這個就是Parameter Parameters 就把他拼出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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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我選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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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己试一下,你自己试就知道 这个方法是有一个Parameter,是Object 这个没有,刚才我们RUN,这个是我们自己弄的 我们可能卡一些给它 还有什么好玩 按吧 那你见到它就可以显示了,这个RUN这个方法是Return Void 还有四个Parameter 所以Refunction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不是很新鸣 另外还要说的是什么呢?就叫做Aktub 这个一直都没有说,但是都很重要的 首先讲讲Aktub是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叫MyAktub 它第一样东西就是它一定要BaseOnSystem.Aktub 就是这么多 第二样东西就是MyTest 第二样东西就是它这个名字是需要Aktub收尾的 这个不是很公共的 就是这样 这个最基本要有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记住,这个名字一定要是Aktub尾的 那怎么用的呢?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就可以零细细在这里加MyTest 用这个Syntax加个方括在这里 那你可以一行写完都可以的 分开写都可以的 那这个东西在这里就这样的设计 平时是用不了的 平时你用一个例子 你拿着它,你就设定个名字 你是用不了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在Reflection的时候就可以拿到的 就是这里 比如Reflection的时候,现在是一个Field 那你可以问它的Field 去Get Custom Edge Build 有S 那我们都拿完了 那我们同样地,我们可以尝试 Dump出来看看 那这个就... 其实我觉得最好是可以自己试一下 就算看完我 因为... 呃... 你自己试一次,你可以看看有什么是G1 有什么是G1,你不懂的 这里我先出个名字 HB有什么? HB有没有名字? 对啊,对啊,你可以复回它 HB的那个Tite 嗯... 这个应该怎么复回HB的Tite 我先想想一下 因为很少这样做 很少这样做的,通常未必是这样做的 所以试一下吧,我也不太记得这个 看它是什么呢? 嗯... 图圈也没想到,看它出什么 Function Claw 对啦,那你见到这个Edge Build 这个Name就有一个Edge Build 其他有些没有的,就是这两个Field 嗯... 其实这两个Field没有的,你见到 那... 那...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去分辨 一些特殊的功能 那... 为什么说很少这样做呢? 通常就... 有一个指定的Edge Build 它才会做的 例如这个你可以用这个 GetEdge Build 你可以自意到明 我想Get MyTestEdge Build 这个好像有没有S版本的呢? 好像也有S版本的 就是这个啦 其实它可以多一个Edge Build 同一个Type都 这样啦 那你可以见到这个 看看它能不能得到MyEdge Build 那... 同样地啦 如果它能得到就是Node 所以如果这个不是Node 的话呢 你就已经是可以... Get 到它啦 那可以做些什么呢? 你可以... 直接拨述多些东西 例如你可以... 嗯... 这个叫... Get 到 我先看一下 Name 啊... 都没有Name的 这样先... Get 到 因为我想示范的就是 其实你是可以给多些东西的 例如我这个MyEdge Build 是有一些... 有一些... 叫什么呢? 有些Information的 例如... 例如... 例如什么呢? 例如... 例如... 一个叫... Options 啊... 有没有叫... Name啊? 叫什么啊? Something啊? 我不知道啊... 哈哈... 随便吧... 这样啦... 那... 记住啦 这个Constructor的时候呢 Public Constructor的时候可以给它的 那... 譬如我这里给它啦... 我这里有个... S 可以给它 那... 之前讲了那些啦... 都是... 你可以Aside 下去啦... 是吧? 然后... 我这里可能加M underscore 好像比较好些 接着我给它 给它 那... 如果给它给它 呢... 你就只可以... Read Read Only 接下来... Sumption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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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工啦 那你就能接下来...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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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裡接下来... 这就是ConstriorSense '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 那... 可能... 那... 那... 特点是... 就是... 你这里呢... 因为你... Custom attribute 你已经接下了... 这个Type 是对的啦... 即... 如果用Gadget attributes 你会给了一堆... 例如是一个基础的课程,你可以移动 例如之前所说的,可以等于 等于一个项目,移动一个类型 如果你还记得我说什么的话,可以移动一个类型 但这个不要紧,这个选择本身已经帮你移动了类型 所以它拿到这个,已经是一个课程式的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你可以用这里 可以拿回... 是吗?是没有的? 没有public吗?有啊,有public的 这个课程应该可以拿回这个something 看一下先,有没有留呢 或者有时它没有更新的 那个code sense 啊, sorry, sorry,这个有s 就是它可以是n那么多 所以这个atributes 那我们同样地呢,我们可以做个for 给它吧 in 所以怪不得刚才看不到 它... 里面有什么,这个dok 对,可以dok到个名字 多不多 这样 那你就可以转一下 你看到它这里就能够得到 这个abcde 那有一件事的概念很重要 这件事呢,就不是public的 就是这个class呢 是跟着这个class的information 还有你可以做多个一个 你可以做几个 这样也可以的 接着这个叫bbb cde 所以为什么它是一个looper dupicate 不可以的吗? 哦,可能它要set 那不要紧了 这样先吧 嗯... 但你可以有其他atribute 例如... serizable 这些,你可以加一加... 嗯... 哦,对不起 这个一定加到type Anyway 总之你可以多个atribute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它这些complain 这些不要紧了 这些是一样的 说没用过 基本上是这样 变成你可以给一些option 那现在就这样看 是没什么用的 那要配合其他东西 你就会知道有什么用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atribute 其实不是一定要放在这个member 里面的 你可以放在一个class 那这个type呢 也有atribute 那怎么get呢 其实都一样啦 你get了type之后 你可以用这个type 来get customatribute 这样可以get到的 所有东西都可以get到的 你... 还有什么可以get 连parameter都可以给atribute 我记得 这个也可以get到 这个也可以有atribute 这个 这样 那... 一路用其他类型的时候 你会看到别人 为什么有这样的syntax呢 其实这个就是atribute 还有这个就是 自己可以做 或者快地说 可以有什么时候 用得着 例如我现在做一个... function 这个function 叫做... 叫做... dumb object OK 那你给个object 我可以了 你给个object go go 或者opj 那我就可以把里面的informations 都测出来了 那怎么做呢 那你就可以问他get type 是吧 type 然后你就像刚才下面那样 你可以把他的... 有什么feel 那你就拿到他的information 是吧 那怎么可以... pint到他的value出来 不如直接试试做吧 那我们可以get fields 和下面地 那我们把这个 我们... 我们要这个flat 这个其实都常会... 会用的 那我们一样 可以... 可以... 取得这么多的feel feel info O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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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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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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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设定一些东西 我设定一下... X X... 它不设定 它不设定 不设定 不要紧了 我试试给它名字 等於...什麼? 是什麼? Hello 然後我們弄一個Dumb Object 這個,就弄一個EX 就是這個,就落到這裡 來到這裡,其實它沒有Type 的Information,就是靠這個Gap Type 問那個Object 當然啦,這個Object有幾位Null 如果Null的時候,你就可能要Return 因為Null,你都幾大劑 那... 那你Gap到每個Feel 好,然後就像剛才這樣,我們可以Dumb 到一個Feel 但是我們剛才就是Dumb 到一個Feel的Information 出來 順便示範一下 剛剛那些 我...不騙一個Type 總之有個Feel 這個,我想拿Feel 裡面的Value 現在應該是存在Hello XY可能是0 XY給一些數值 它都可以的 我Default可能 Default等於1和2 這樣 呃... 怎樣可以得到Value呢? 就是我們用FieldInfo 可以GetValue 好,然後給它一個Object Object在哪裡呢?就是上面這個Object 因為這個Field是屬於這個Object 所以給它這個Object 這樣 基本上你就可以得到那個Object 那你視乎看看是否是No 所以我們要看到這個 就是FieldObject 如果不是No 如果是No 如果是No 就錯了 可能你不知道得錯了 那我們就印出來 這個叫什麼O 這個叫...FieldObject 等於... 這樣吧 應該可以ToString的 我想 大Default 有什麼Type都可以ToString 好,那你見到 它就可以幫你... 咦...OK 拿到這個Field 這個Field 叫Name 然後它的Value 是Hello OK 還有X X是1 Y是2 那你有Get 當然有Set 那你可以 SetValue 那你可以見到 它這裡的SetValue 是有兩個Object 要給的 第一個就是 這個Object 第二個就是 你的Value 那我把Value 那我把Value的Value 是3 都可以的 但是你把Value的Value 放在這個Name 它會 崩潰的 那不要這樣做啦 或者我們... if... 它的Type FieldType 是等於等於... 嗯... Integer 或者... 沒有所謂 我把所有Integer 都設定 設定 做3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 不要緊啦 示範而已 那... 我們這裡... 可以... 放一個BigPoint 在這裡 或者... 直接... 轉回這個 叫什麼 ex.x 是什麼 拼回來了 我們... Galaxy P 你看到X變成3 或者我設定 BreakRound 設定 BreakRound 看看可能更清楚 你看到這個ex.x 的Object 它XY 都變成3 所以你可以 Get可以Set 但是你記住重點是什麼 我可以完全不知道它是... 就是我寫這個Program 可以完全不需要理會 是什麼Type 我總之可以 高呼它Type裡面的 所有的Feel都可以的 同樣地 你可以... 去GapField 設定Field 你還可以叫它的功能 其實Unity 就講開 Unity 都用這個方法去找到 你的Component有沒有 更新 開始的功能 所以... 都很多常會有用的 或者... 另外一個Case 就... 有些... 可能Json的Celerizer 它會用這個來分辨 你告訴它 給它一些騙子 例如... 這個Field 我不想Celerize 做Json 或者我不想Senture Network 都如此類 當你用到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其實是一種選擇 來的 在LGB告訴你 這個Field 或者這個Type 是... 有什麼特質 或者有什麼選擇 所以... Reflection 就是... 就是... Reflect 那個Type 所以... 為什麼叫Reflection 也說叫Meta Data 好... 那這次就講到這裡了